陈兵华表示 赖清德上台以来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极力鼓吹分裂谬论 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以坚决彻底粉碎 记者会上 关于大陆出台成独司法文件 以及开设举报台独顽固分子线索邮箱的相关话题也被提及 有岛内媒体旺称 大陆出台相关举措后 已有台商被举报 遭到骚扰 甚至声称有不少台商撤离大陆 陈兵华回应指出 相关报道 背离事实 别有用心 今年1至8月 前来大陆参访交流的台湾同胞 多达260多万人次 正是对民进党谎言 谣言最有力的戳穿 故意散布谣言 混淆视听 将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和及早数台独顽固分子 混为一谈 是台独势力 想把水搅浑的欺骗纪念 也是他们作洁心虚的怯懦表现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插亮眼睛 更加坚决以台独顽固分子划清界限 更加踊跃前来大陆参访交流 和 Mickey 等于我们专ucker 可要春志